祝福 祝福 從來就不屬於惡魔 就像我剛才說的 那種溫暖的氣氛 讓我受不了 直到你 為我畫出了幸福的形狀 想當年這個告白 是多少女孩幻想中的場景 沒想到 賀君祥就在某個風雨交加的日子 宣布結婚 甚至還有個四個月大的女兒 我覺得我個性是會覺得 要腳踏實地慢慢來 會希望說真的到了35歲 對 然後是就是你很穩定 你經濟很穩定的時候 你可以給你的小孩 他們富裕的生活 才會想要結婚 對 如果我已經很有錢 有可能會 所以小美現在很有錢 不是 我是說可以給妻女 過好生活 這消息一直保密 竟然連演藝圈好友都不知道 空了書 空了書 我是因為你們的關係 我才知道的 我的天啊 他真的很會保密耶 但是也是立刻跟他聯絡 而且跟他聯絡的時候 他回了我一句超奇怪 他說 我跟你說我現在去 先去打籃球 我們等一下再聊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是正在就是很 心忡忡然後很心急的 想要知道一些事嗎 然後他後來有跟我聊 就也沒講什麼 我只是跟他說 他的嬰孩如果有在台北 我一定會去看 我覺得我會是一個 這個亦師亦友的爸爸 然後如果兒女 想要當年輕的話 其實我是不反對的 我覺得我應該會從小就是 培養他多一點才華這樣 我看還是先考慮女兒心情吧 報導